结果 你说偌大个家事 居然现在都没有人 给队长让路了 看来你真是走下坡路了 高处的人才能走下坡路 一直在低处的 那就走投无路 队长说话倒是越来越刺耳了 我记得当初你好像说过 说家事永远不需要我这样的人 现在呢 家事不需要的人是你 不是我 说了吗 不赶时间 我刚进家事的第一天 你就看不起我 那时候你多威风啊 不做商人 不接代言 让所有人都等着你 你以为你是谁啊 现在呢 能留下来的 还不是这些遵守规则的人吗 这次说 叶秋 你已经不是我们家事的队员了 还穿着我们的衣服干吗 脱了吧 要不然我帮你 还要不然我说 哪儿 要不然我看你 这次看来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喂 掉线了你 服务员 买单 怎么了 我就不进去了 为什么 发生什么事了 我解约了 手指动腿营 我跟你走 留下来 好好的 我解约了 为了我们的家世 为了我们的十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知道 队长退役 你们这些老队员心里 一时都很难接受 可是上面压力 下面不满 我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吧 你放心 这次的退役 就是做做表面上的文章 只要你还继续留在家世 我一定 我没准备走 我没准备走 你还是我的 老板 其实夜秋离开 现在 我心里也非常的难过 毕竟 我们一起 毕竟 我们一起要过了那些 最艰难的日子 但是无论你们 用什么办法赶走夜秋 她都比你们想象中的 更坚定 因为荣耀对于她来说 是一种信念 被摧毁的信念 一旦重新修建好 会比原来的更美 更顽强 哪怕绕一些弯路 哪怕 会有点孤独 她总会回到最初的起点 她一定会重归联盟 拿回 属于她的荣耀 不成 一年 休息一年 然后回 不成 一年